林雅醇邱明章这两位曾经在议会共事的同仁将为了入主屏东市公所县政展开激烈对决 两人日益敬业的忙者走访败票为的就是争取选民的认同 比的不只是人气还有形象和能力 国民党的市长提名人林雅醇57年次就像是邻家女孩般的平易近人 担任过一届屏东市民代表两届现议员 12年的从政经验累积坚强实力 他身跟基层一直和民众正在一起 由于亲和力十足服务又勤快因此深受乡亲的爱戴 面对江明镇同为年轻世代的民进党市长提名人邱明章 林雅醇分析自己的优势就是和乡亲没有距离 我在四边12年了那对基层的这个接触我想也是很频繁 那几乎每一天都是跟我的市民我的好朋友都有在互动 所以我想对这个整个屏东市我想是辽若执大 那一个还有年轻啊 那也是从最继承的市民代表一直到议员 那每一个层次呢都有经历到 我想未来呢对我从政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政规划的一个重要的重点 相信不少屏东市民在市区街头都曾经看过这样的看板 喊出有我接棒屏东更棒的口号 民进党提名的市长参选人邱明章 从一开始就强力的主打这样的形象广告 而看板上邱明章维持一贯热情灿烂的笑容 展现阳光男孩的健康活力 传递的就是他绝对是延续健康城市政策推动的在家人选 年纪是我的其中一个优势 当然他也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候选人 但是在于市政的魄力 执行的能力跟行动力上面 我相信是我相当大的优势 63年次拥有澳洲昆志兰大学双硕士学位的邱明章 目前在东山大学进修博士 已经有两届的议员历练 学经验相当的丰富 出身政治世家的他 身上留着与生俱来的政治细胞 对各项政策推动有独到的见解以及行动力 这次在党内初选 击败了强劲对手副县长仲嘉宾 更让他具信心 虽然长期以来 屏东市都是高挂蓝旗 但他认为大环境对绿营有利 再搭配着县长提名人潘梦安 民进党除了可以积蓄的保有县长的宝座 也有机会夺回市长的执政权 究竟林亚纯 邱明章 两人的市长之争 谁能胜出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评论希望蔡天花 吕壮豪采访报导 至于执政权 参通贤以后 优优独 avete大饭的